耶利米书第四十二章 所有的将领包括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和沙亚的儿子耶撒尼亚 以及全体人民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上前来 对耶利米先知说 求你容我们向你恳求 请为我们这余圣的民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 因为我们从前人数众多 现在剩下的极少 就像你现在亲眼所见的一样 请为我们求耶和华你的神 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和该做的事 耶利米先知对他们说 我听见了 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回答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必告诉你们 一句也不会向你们隐瞒 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 我们若不照着耶和华你的神 差遣你到我们这里来所说的一切话去做 愿耶和华做真实和诚信的见证 指控我们 不论是甜是苦 我们都愿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因为是我们委派你向他祈求的 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就必凡事亨通 过了十天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就把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所有与他一起的将领 以及全体人民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叫了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就是你们委派我去为你们向他恳求的那位 这样说 你们若决意住在这地 我就建立你们 必不拆毁 栽职你们 必不拔除 因为我为那已经降在你们身上的栽货 回心转意 你们所怕的巴比龙王 你们不要惧怕他 你们不要惧怕他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要拯救你们 要搭救你们脱离他的手 我要向你们施怜悯 他也会怜悯你们 使你们归回自己的土地 但是 你们若说 我们不住在这地 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话 或说 不 我们要去埃及地 在那里看不到战争 听不见号角的声音 也不会因缺乏粮食而饥饿 我们要留在那里 这样 犹大余圣的人啊 你们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若决意去埃及 到那里寄居 你们惧怕的刀剑 必在埃及地追上你们 你们恐惧的饥荒 必在埃及紧随着你们 你们必死在那里 所有决意去埃及 在那里寄居的人 必因刀剑 饥荒和瘟疫而死 他们没有一人能幸存 或避过我降在他们身上的灾祸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从前怎样把我的怒气和烈怒 请到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 现在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 我也必照样把我的烈怒 请到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成为令人惊骇 被人咒骂 咒诅和羞辱的对象 你们必不能再看见这地方 犹大余生的人啊 耶和华曾对你们说 你们不要去埃及 你们要确实知道 我今天已经警告你们了 你们实在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是你们委派我 去见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说 请为我们向耶和华 我们的神祷告 无论耶和华 我们的神说什么 你都要告诉我们 我们就必照着去做 我今天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派我来 告诉你们的一切话 现在 你们要确实知道 在你们想去寄居的那地方 你们必因刀剑 饥荒和瘟疫而死 没有人家里主持人啊 不忍睹 所以你不忍睹 你们刀剑 为何不忍睹